今天最主要讲为何你买不起房子的第二章 讲的话就比较抽象和学术 最主要讲不同时代的不同思潮 如何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 包括政府的政策、税制 为了应付那个时代的某些问题 而衍生一些政策 更加偏向保护私有产权 令到政府在私人市场的放权越放越多 令到那个时代的欧美社会 由一个政府主导的公共房屋政策 变成一个私人主导的自治房屋的趋势 整个第二章最中心的思想就是 如果一个自由市场缺乏了一个有效的监管 令到整个房屋或者土地价格 犹如脱疆野马不受控制 在欧美社会 即是16到18世纪 社会是经历过解放奴隶制 人权、自由、民主成为整个社会的核心思想 在整个社会的发展中 私人的产权是越来越受重视 在不同时期 不同的经济学家或哲学家 都提出不同的观念 私有理念的兴起 例如 英国政治学家John Lodge 就认为土地是天赋的财权 是私人财产的其中一部分 他是私有独立于国家 他认为政府的权利应该受到限制 从而保护个人的自由和财产 而去到1976年 Adam Smith的国库论 the wealth of nations 如果读经济学的人应该会比较熟 他认为天赋的人团得两类 一个是自由 另一个是生命 至于财产 就是以后天靠自己努力去获得的 视乎国家的体制或形式 但他认为土地有别于其他的资产 例如资本 工具体力 劳动力 或者技术知识 因为土地是稀缺 而且固定 很难生产 而这个土地的独特性 就会造成经济上的垄断 从而产生了一种叫做不路而获的经济租 即是如果你要用那个土地的话 你需要向地主交租 如果在自由市场价格机制之下 社会的经济膨胀起来 推动了需求 土地的价格一定会上升 而另一个学者叫Henny Joff 认为地主的经济租会 害怕整个经济体系的发展 因为地主收租 令到整个新产所得 或者是资本投资的收益 是减少了 变相来说是排挤一些其他的经济行为 如果要令到整个社会体系发展得更健康 就要扣精髓去对抗经济租 政府可以利用收回来的钱 从而去投资在其他发展身上 就防止了经济租去束缚整个社会的发展 这件事也有点像以前的香港 在香港有一段时间 都叫做地产霸权 其实都在说经济租越收越贵 从而压抑了经济体其他行业的发展 一句话 铺头做生做死 最后还是帮业主的功能 这个学者就认为 政府应该在这里收重税 收回来的钱 去补助整个经济体系的发展 整个西方社会在1950年到1970年代 由地税或经济租收出来的税收 占整个政府的税收的三分之二 如果对比2012年 现在是经济租那边或地税那边 占了整个税收的收入的百分之二十 有一个很大的跌幅 在说一个整个税制的改变 以前是对经济租这件事立重税 现在反而经济租那边是少了税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改变的原因 就是有另一个学者提出 政府不应该干预市场 市场是有一个叫做自行平衡系统 市场的模型之手 如果有读经济的人应该知道 其中一个经济学家叫克拉克 英文你不太懂读 他就提出Pill Capital的概念 就是无所不包的纯资本 土地和其他资本本质上是一样 marginal return 哪就是生产力的理论 如果投资过大的话 其实它产生出来的效益是要越来越少的 所以他觉得市场会自动调节 政府不应该收税去降 而反而要放宽税款 土地不再是公有的 而是可以私有的 整个趋势由公去私 而有些聪明人 发现土地对比其他资本的独特性 它是不可以生产 不会用完 也很少有折旧 只要人口是不断增长 而资本M2或金钱的流量体系 是不断增长 长期来看在市场上 是必然会上升 土地的价值是超过其他资产 所带来的收入的话 土地的金融属性 就会支配原先的居住属性 令土地和房屋的价值 变得更加投机化 除非有一些非市场的力量干预 这就是政府 书里面也说 其实自从二战之后 整个欧美的民主政府 其实一开始想建立一个 比较强健的民生福利系统 其中就包括了公共房屋 在当时的总统罗斯福的真政策下 成立了原本国民底亚贷款议会 这就是之后的房利尾 市民可以由银行买回政府债券 减低投资的风险 而这些债券的钱 就用来资助市民去买房屋 从而扩大了贷款的压度 1950年代 基本上40%的按揭都受到政府资助 二战之后百费待兴 基本上政府是民优 找不到土地 大量的土地是开发 主要的开发机构都是政府本身 有点是公私营协助 相对来说整个经济租的主导权 主导权都是政府手上 而不是私人发展商手上 只不过遇上大萧条 设有价格的攀升 引发停滞性的通货膨胀 大量的人口失业 政府的公共彩赤 那时的新兴经济学家 就认为政府应该减低 降与改变税制 解放私人市场 令到市场自动调节 去解决现有的经济问题 而在房屋政策里面也有点改变 越来越少兴建公共房屋 反而更加优待私人的拥有权 而这个这么大的改变 就来自1980年代 英国的保守党 戴卓尔夫人那时提出的 自责民主 Hom-Owning Democracy 保守党的购买权立法 引发了整个英国最大型的 公营房屋私有化 那时卖出的房屋总价值 大概是400亿英镑 而这400亿 虽然政府收了 但是它不是全部都再投入 房屋建设 或者是房屋开支里面 对比起以前 它反而削減了4分3的房屋开支 导致了整个公营房屋的供应 是崩溃 就是越来越少公营房屋起 而新兴的发展商都未必做得及 所以新屋的成量是大减 不论是楼价 租金都上升 其实整个第二章 最主要强调土地的稀有性 独特性 就是它不可以用缘 都不可以再生产 都不会折旧 甚至不会贬值 反而会随着整个经济体 或者人口的增长 而长线来看是一定会增值 而在这个增值途中 地主凭着经济租 去拿到的收益 比其他投资更加高 社会的发展趋势里面 政府为了满足市民 对私有产权的需求 在税制上是更加偏袒 自治居宅的那些人 从而又造成另一个巡码 整个第二章看完之后 很矛盾 政府做不做事呢 如果政府做事 加索 加从事 你又觉得本书说得对不对 欢迎留言 我友知 我是鲁鱼小王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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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